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一直是电纸书的用户 在浮躁的社会节奏下,用专门的设备看书能让我觉得更有仪式感 但是之前我用的这类阅读器虽然有内置的应用商店,支持安装第三方软件 不过因为性能原因,整体的流畅和响应速度大都不够理想 所以在新鲜感过去之后,我还是换回了手机 毕竟手机的流畅度以及色彩的显示都要比传统的黑白电子墨水平好上很多 平时除了看书之外,也可以用来看看全彩漫画 最近文石发布了一款新品,它采用了彩色墨水平 在保留了电子墨水平忽眼特性的同时,还能显示彩色画面 而且这款墨水平采用了高通的8颗处理器,运行内存也来到了4G 这套配置的性能表现放在墨水平中是很出色的 在运行第三方软件或者浏览图片较多的漫画时,体验相当不错 成功让我常用的阅读设备又从手机转回了电子书 这是文石小彩屏Leaf 3C 本期视频就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体验 先聊聊外载,文石Leaf 3C正面的屏幕大小为7寸 更宽的屏幕比例让这台阅读器可以提供比手机更大的显示面积 平时单手握持不会出现误触的情况 左右手切换后系统也会自动旋转屏幕 整体的机身是磨砂的材质,防滑效果很好 而且不容易留下指纹 可以说Leaf 3C在设计和细节方面的把控是比较到位的 配合上不到200克的重量 这款阅读器的握持手感很好 相比手机让我更有长时间拿着的欲望 再来说说最重要的内在 文石小彩屏的效果相当不错 物理分辨率达到了1680x1264 比一些手机屏幕的分辨率都要高 因此显示黑白文字时 这块墨水屏可以提供300ppi的像素密度 实际的表现相当清晰 字体的边缘十分锐利 等于于电子墨水屏的特性 它没蓝光也没频闪 是真正的护眼屏 不像手机屏幕那样需要不断刷新 因此用Leaf 3C看书对眼睛更好 阅读的感受也更接近纸张 而强大的性能让Leaf 3C的操作体验要远好于市面上的同类产品 除此之外 文石Leaf 3C还有冷暖双色温的浅光 方便我们在夜间使用 整体的打光表现比较均匀柔和 夜晚长时间使用的视觉疲劳感比手机要轻微很多 彩色的显示是这次Leaf 3C升级的重点 整体的颜色表现可以满足看漫画的需求 而且这次的彩色阅读器还是文石和Bman的联名款 内置了专门优化过的Bman客户端 配合上较高的性能 整个阅读漫画的体验是十分省心的 不仅显示效果接近真正的漫画出 而且软件界面切换时的响应速度也很畅快 深度适配的Bman客户端 界面显示更加清爽简约 追漫更有沉浸感 还可以方便地通过我们在其他设备上的阅读记录 开机即用 拥有完善的生态闭环 说到内置的客户端 除了Bman以及自带的书程之外 文石小彩屏还内置了某信读书 起点 豆漫阅读 番茄小说等主流阅读APP 而且都是针对墨水瓶优化过的版本 同时Leaf 3C还支持直接阅读云盘内的书籍资源 兼容国内国外常用的六大网盘 登录和使用都很方便 除了这些内置的功能之外 得益于文石Leaf 3C较高的性能 这台阅读器运行了完整的安卓系统 支持安装第三方软件 给了用户更多的选择 做到了彻底的开放生态 而且文石Leaf 3C还拥有64GB 与1TBTF卡拓展的储存能力 加上多样的传输方式和丰富的书籍资源 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使用要求 总的来说 文石小彩屏Leaf 3C的优点 在整个彩色墨水屏市场中 都是比较突出的 在保证了良好显示效果的同时 拥有比其他阅读器更好的性能 系统内置的阅读客户端比较丰富 而且都拥有对应墨水屏的优化 整体使用起来相当省心 应用生态足够完善 内在表现出色的同时 文石Leaf 3C外在的设计也相当成熟 而且长时间使用下 也不会有明显的疲劳感觉 所以Leaf 3C成功的让我常用的阅读设备 从手机换回了电子阅读器 如果你最近也在考虑购买一款彩色阅读器 那文石小彩屏Leaf 3C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